澳雅水柱擊破飛國船隻擋風玻璃 刮蹭菲律賓海警船 搭配無線電嗆聲 中國在南海威脅菲律賓船隻的系列行動 越發熟練 而最新這起三月五號 中飛海警船衝突 更被CNN記者親眼直擊 菲律賓睽衛十多年 首度邀請外媒記者登船觀摩 想不到讓全球因此目睹 三月五號中方船隻 現在海面上刻意上演鬼切 從旁危險切入飛國船隻前方 接著飛國直接被中方撞上 相撞瞬間 菲律賓船員被迫拿出扶具 減緩衝擊 然而對面的中國船人員 一臉淡定全程錄影 中方堅稱一切都是菲律賓違背承諾非法闖入爭議區 繼續憑藉數量優勢攻擊飛國 菲律賓坦言船隻數量不如人 當日不只有船隻碰撞包圍 也有中國海警船瘋狂發射水炮攻擊 不但對飛國補給船造成破壞 更導致至少四人受傷 連當時在船上參與巡邏監控的 菲律賓中將也掛採 從去年的雷射光照射船員 逼近運捕船 如今中國海警船 憑藉頓位數量優勢 輕則刮蹭 重則開水炮攻擊 壓壩行徑 開了全球眼界 顯示新聞 玉璃璃報道